Hello 歡迎回到這個影迷小場戲 我是Cherry Cherry Cherry Hello 這裡有小瑤 我們今天想說的是 現在播出五集的ViuTV劇集 《那年盛下我們 綻放如花》 它是改編至網絡小說 《已讀不回死全家》的小說 由陳建朗執導 由Pixel的George和Color的Marv主演的一部電視劇 基本上播出五集 大致上坊間也很平居多 故事大致上是說 在一間叫蔡明女紀念中學的學校裏 有一群6A班同學 在暑假期間 被班主任周Sir叫了學校參加生涯規劃 大致上問他將來的出路 讀什麼U等等 然後他們在那天的期間 全班都收到一個 一個admin被人加在一個 以讀不回死全家的群組裡 這個admin定下了一些規劃 例如不可以quick group 不可以以讀不回 看完同學的訊息一定要回覆 諸如此類的規矩 然後慢慢同學就發現 這些規矩是禮真的 當你不遵守這些規矩 就會爆頭死亡 於是展開了一場 6A班的一個生存遊戲 這樣的故事 這個大致上 就是他第一集的基本劇情 其實 如果沒有看過的聽眾 這套是暫時建議 你看的 我們幾個主持看完 都覺得可以一看 當然Viuw的劇 之後會不會難比呢 就是之後的事 但是我自己就對陳建朗導演 是有些信心的北徑都 還有說是有圓著的作家 去做這個編劇 應該不會魔改的 所以我多少對這套劇 是有些信心有些期待 其實陳建朗如果大家不太熟悉 很有趣的 他本身是演員 其實他在Viuw都拍過很多劇 而他執導的 其實第一部他執導的長篇電影 就是手捲煙 也成功令他在金像獎 獲得最佳的新進導演 而ViuwTV的這套劇集 就是他第一部執導的電視劇集 之前他有很多獨立電影 比較短篇的電影 他也執導過 但是長的電影就是手捲煙 而二場的劇集就是現在講的這一部 而作者何希妍 好像他就是用自己的名字 沒有記錯的話 他其實已經很少見他有其他新的作品 但是出了這套劇集 在蓮燈裡有人蓮燈巴打去討論的時候 出了個帖子 他就說不知道作者本人 還有沒有玩這個高燈連燈 他是有回應 他還在 所以如果大家在帖子裡討論的話 應該是有機會 可以跟原作者本身有些交流 有興趣朋友都可以這樣去試一下 有問題的可以試一下問他 另外兩位在被劇透的情況下 有沒有對這套劇有什麼感想的評價 黃黃先生 這套劇其實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看電視劇的山剪版本 通常就會剪掉一些比較血聲 例如那些爆頭 爆血的畫面 當然懂得看的 就是看這個比較觸本的觸本版 所以我看這個大家直播的時間 我通常都會避開這段時間 避免劇透 搞到要在Online出了觸本版之後 才會再看的 所以我會和大家有延避的時間 我也是看觸本版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 工作上是完全沒有辦法看實事 所以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大分別 其實我也想問觸本版和電視劇版的差異 是不是除了爆頭之外 其實也沒有什麼其他有大差異 就是爆頭 總之就是血聲的畫面 其實也很明顯 因為你看劇集會突然變黑了一下 沒有啊 你比較不了我 對不起 如果大家看電視劇 看的話 你會看到爆頭的畫面 是突然變黑了一刻的 你看觸本版的話 它就會爆了給你看 但因為它外於我的尺度關係 就是其實我們 因為我有幾集是看重溫 有兩三集是看重溫 其實看重溫足本版 有個角色爆頭那一刻 其實你會看到它 基本上它是 暗後了 所以它在畫面上 就直接爆些血花 就用CG爆些血花出來 因為它始終不可能弄爆它的頭 然後譬如有另一個角色爆頭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就是躺下 用鏡頭去遷就一下 就是它的頭是會在畫面的下方 就飛掉了 它都用這些方法去避掉 其實 還有補多一句 其實Viu這次 算是有點心思的 他在Telegram那邊 就開了一個group 就是這個 蔡明磊紀念中學學生關注組 所以它裡面 我有follow進去 其實也是玩一些遊戲 當然啦 你不跟它那些roll stick 你不會死的 但是純粹是 可以讓你和它有些互動 隨著劇播 你可以說一下劇情 但是也算是有點心思的 大致上 無劇透的程度就來到這裡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開始劇透了 其實這套劇 我覺得是可以一看的 不論它是陳建朗導演拍的 還有 它也算是香港第一套 玩這種生存遊戲的電視劇 電影的我不清楚 但電視劇應該是香港史上第一套 所以基於這些原因 我覺得都值得可以開來看一看 試一試的 所以如果 尚是觀望狀態的聽眾 可以有空就拿去看看 現在開始到處 準備劇透 3 2 1 開始劇透了 我們開始討論一下 這部電影 這五集中 大致上發生的劇情 剛才所說 就是他們 這個 二讀波回死全家的 Amin 設定了幾句 首先就是 不可以 隱私群 然後 同學的訊息 還有看了要回覆 以及 不可以 發訊息 給已死的同學 以及不可以 跟外人 這個群外的人 透露 這個群的存在 然後 勝出的方法 就有兩個 要不就是全班死剩只有兩個 要不就是找到四個目標人物 那遊戲就會終止 大致上就是這些規律來的 其實很值得補充 因為這個故事發生的年代 一定是2023年這個年發 因為根據他們用的電話或者他們的道具 其實都應該是用一些以前比較古老的電話 就是還傳到SMS 以SMS為主的電話 就不是智能電話來的 我覺得這個設定絕對是先適合這套電話的原因來的 如果大家現在玩WhatsApp的話 未必會有那種投入感 但是因為這套電話的所有電話都是一些以前的 就是比較上世代的電話 接機啊 寫SMS 我覺得絕對是跟這個故事有關的 是的 這件事是 我100%不同意你 為什麼 因為他原作是WhatsApp來的 而另外的東西其實 因為導演他好像有說過 其實他是有心 好像不是導演說 好像有Marv他自己說的 導演說的 他有心抽離了 其實他是一個比較架空的世界來的 不完全是一個現實的時代來的 但是我覺得出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是他的東西其實很真實的 全部東西都 我們全部都接觸過的 但是當他抽離了 架空了那個時間點的話 SMS 我不完全記得 但是SMS我真的沒試過玩GoodChart的 不好意思啊 想補充他那個不是SMS來的 是的 因為整個故事背景的話 如果我看電視劇 因為一開始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是一直在想著 究竟他應該是哪一個年代 一定不會是2023年 因為你的電腦是一些大牛鬼電腦 然後家裡都是一些比較厚的電腦 各樣東西 電話是接機的 按我的記憶 如果要這樣去追溯 又比較近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技術點的話 其實應該是約2000年前後的時代來的 其實 其實 未至於太舊 未至於太遠 但也不是太近的一個年代設定 其實導演 所以 他們正在使用的 都是一個網絡群組合 而不是SMS 是的 導演的說法就是 他想將故事 擺在一個類Y2K的年代 但是他的東西 不是Y2K的時代 所以他會有群組合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是很奇怪的 有些抽離的,而且你說它有一些rap版的good track 那OK 另外的就是他們玩那些video track的時候 我真的突然間,沒有牛龜cam,但是趁一個這麼清淡的 video 畫面 我就不是太太投入到這件事了 那一刻我就突然抽一抽來看著,我只是覺得沒什麼所謂 反正像Steampunk那樣,都不完全是精氣時代的那些東西 它是很多不同的東西混在一起 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一來我對於這些電子東西我不熟悉 所以我是完全沒什麼感覺 它用什麼都沒什麼所謂 我只要它的故事說得通就可以了 二來就是,我覺得它既然說是一個架空年代 那就純粹當它是這樣的設定 那問題是什麼呢? 其實你說是否一些很致命的東西呢? 絕對不是的 因為你剛才舉過Steampunk的年代 其實重點是,我們現在看Steampunk 其實我們有一個想像在這裡,有一個幻想在這裡 但我們現在看回2005年,我們是沒有幻想的 這件事我們是經歷過的 咦?它是2005年 即是你當作2005年嗎? 因為它那些東西是那個年代的東西 它應該不是去到2005,因為2005應該再多些了 2005不是接的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大概在2000左右 不過是基於2000年代,然後做一個架空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覺得是2005年呢? 因為它用的電話那些款式 我中六、中七的時候是見過的 那就是2005、2006年 其實還有導演都說了這個架空世界 不要緊,你先聽我說完 而我覺得重點,為什麼我會這麼糾結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代就是,如果你是沒有意義的話 為什麼你要做一個這樣的世界? 我看了5集,我不明白它有什麼意義 好像說它是喜歡一個美術風格 我明信你的意思 怎麼說呢?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因為它特意用大牛龜的電腦 而且它特意用摺機的時候 其實是會很容易你去聯想 這個時代背景 就是為什麼你要選擇這個時代的設定 因為你尤其是你玩一個 其實生存遊戲、國雲遊戲 都一定是一個架空的世界會發生的一件事 但是一個架空世界發生 就是它的背景所有設定 才會影響故事的關連性 這個空間時代設定是重要的 所以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都會馬上在想 自己追索究竟是什麼年代 然後事情如何可以 這件事可以是相對合理化去講一些 有些位置 當然它不是完全是處於一個現實空間的2000年代 就是因為它那個網絡覆蓋的時候 那個技術就已經不是一個屬於一個架空的地方 NPCC經過成功了 是啊 但是它整件事 其實它大部分如果我只是說 美術上面那個設計 基於2000這個或者類似Y2K 它整體上都做得OK的 沒有太多崩位 唯獨一個崩位就是想 George的家 因為我猜它們 我和會研究過它們應該是做Airbnb 而現在的Airbnb 應該沒有一個地方 不是用那些智能鎖 所以我看到智能鎖 那個位置就馬上出氣了 不過對我來說 有一點點崩 和讓各個空間感不連貫 只有各個位置 其他整體美術的效果都OK 還有我挺喜歡它特意 其實這些都屬於不劇頭的地方 我挺喜歡它那種整套劇 特意調灰暗的色調 我挺喜歡那個Mood 是的 Mood是OK 所以我自己是很期待 看看劇情最後的10集 會不會可以 令到它說服到我 為什麼你一定要把時間推前20年 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不用一個現代 因為我這樣看5集 我覺得你發生在2023年 其實事情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說我導演如果純粹喜歡的話 我覺得就可能某些功夫上 叫它多些 譬如你用Filter弄短片 弄短一點 我覺得這些事情可以做 有一點點懷疑 不知道之後的故事的走向 和有多少個人生患 因為一開始的故事 其實是以一個倒序法來講的 所以至少我有一點點心裏 相信George的角色可能應該沒有死 畢竟是主角 因為它一開始就以一個倒序認識來講 它不是一個直述的 所以為什麼要推遲那個年代 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最後會不會去到現在 2023年代 我會有一點點去想 所以才會將事情去推遲那個時間點 這個都是我純粹個人推察的 其實就是 剛才說的感覺 我都覺得這個故事 其實我對裡面所有的道具 我挺喜歡它 它有一種切與虛 就是我所認為的 我以為的年代 可能其實它是架空 但是我個人真的很喜歡它這些 比較old school 的設定 因為反而太多科技的話 你好像玩生存遊戲 你沒有了那種投入感 切性 是的 那種你會很害怕 即是你SMS 大家如果有 即是你當是SMS 你無端端都會很害怕的 即是你要走半個小時 我們剛才有沒有說過 Wulz就一定要走 好像是 OK 因為大家想想 我們如果真的平時要 拿著電話 回SMS都可能很緊張的時候 他們還要是 回不起來會死的 我覺得它這一方面 DCCAT 是真的好像都拍到這一種 他們就是 他們隨時會 因為不受規則而會死的 這一個經歷在裡面 我會覺得他們有的 我反而覺得那些角色有些 有些 有些 未夠緊張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原作本身有問題 我看原作 我都覺得他們本身已經不太緊張 原作的故事已經是這樣寫 可以 因為我們講一套劇 那你導演應該是要編的 那我又不覺得是一個問題 我自己個人是不喜歡看一些 這些生存遊戲 然後那些角色會很害怕 勾叫 或者做一些很蠢的事情 雖然這套戲裡面 他頭五集已經開始有分到一些同學 是 叫做聰明一點的 有些是 沒有什麼自己思考能力的 但是 所以沒有一個角色是 他做一些行為 覺得 屌死蠢來的 這樣 那我覺得是還好的 因為我自己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我的班房裡面 有三個同學這樣爆頭的話 相對上 那班人是太冷靜的 而另外的就是 去到第五集 他們再有些同學 好像是第四集爆頭 那些人 第四集死的 去到第五集的時候 因為本身 Marco做的那個角色 阿韻仔 是很頂的 但是當他一跳過 轉了鏡頭 他們走到Billy的家 的時候 他突然間又懂得開玩笑 他這個角色本身 一向都會開玩笑 他的角色設定是這樣 可以的 但是因為你轉鏡頭 之前的那一幕 就是在說 Marc去找George 給他一部電話 然後說阿韻仔 正在推 下一幕他就已經懂得開玩笑了 我又覺得 我明白你說 我明白你說什麼 我認同那些 應該這樣說 那些真實感是相對的 是偏低的 如果你是以一個生存遊戲 那種的反應 就是演員們的反應來講 十幾歲 你看到那些同學 不知道做什麼 進了個群組 然後有些人死鬼 在你面前爆頭死鬼 他們那個經歷 震撼感 心理承受的創傷 那種的反應 是低的 但是因為 其實這類的國王遊戲 生存遊戲的劇集 其實日本的動漫題材 甚至是劇集都很多 通常都是找些年輕人拍 我多接受那種 演技只去到這個層級 因為其實對我來說 是給一幫新人去試的一件事 所以這方面我做不會太挑剔 就是我承認他們的感情扣入不夠口 但是我不會在這件事上 在這類題材我過於 挑剔對一幫新人演員 我反而和你的切入點 有些不同的是 其實我不覺得那幫演員有問題 但是我會覺得 導演在這些位置 可能要加多一點點位給他們 讓他們去做一些害怕 或者怎樣有人去排解他們的感情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他們再去得怕 就很容易去到over 這個位置難拿裂的 因為你這個其實 你那種經論 通常是很難的 怎樣說呢 其實很少你會在表情上面反映出來 這類型的害怕 你是內心那種和情緒沉澱的反映多 這還是精神沉澱上面 你要他們在演技去表演 去做到這個位置 其實是很難的 這件事我會覺得 是 這麼新大家 所以我不會太嚴重 在這個位置 因為我不覺得導演 其實他們做到現在這個 我覺得已經是叫做交道功課 當然更加更好 更高一層會更好 所以我的反應更加都會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我應該是會呆滯那一堆 所以我自己覺得 其實演員的反應 我覺得是合理的 就是他們不會說 去到很害怕 在那邊勾叫 然後橫衝直障 然後衝出課室 等等 我覺得這個反應 反而是 因為有時候 對於一些太衝擊性的事情 不會反應 我覺得反而是正常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OK的 他這個位置 因為我想執著 不是他們演員的表現問題 是整套劇 到底是安排的問題 DK 我自己覺得 如果 我也同時要的 如果突然之間 太多這些 可能他們心理變化 精神層 反而是 可能會做多了 反而是 畢竟這套戲 可能他 暫時一至五集 都在焦點上 還在推主線 可能一些心理 一些東西 可能還未必會寫 甚至乎 所以我覺得 暫時我覺得 不要太多這些 他的反應 是預期中的反應 不會太over 我會這樣去形容 畢竟 然後 講回劇情 公佈了這個法律 學生發現 原來這些法律是真的 如果你不跟這些規矩走的話 即不跟這些規矩走的話 是真的會死人的 於是 學生就開始 要迫著互覆對方 而這個時候 MARP式演的楊月盈 這個角色 第一個跳出來說 其實是有方法可以破解的 就是 已讀不回死全監 不讀就不行了 於是大家就 好像真的 不讀就OK了 但這件事很快就被 明明推翻了 然後改規則 然後 因為 明明跳出來 改規則 於是 班上的同學 就開始 懷疑 楊月盈是明明 就開始針對她 而楊月盈 她在這個時候 也提出了 有一個人 有可能會是明明 就是一個 之前已經退學的一個學生 叫做 羅彥輝 她是一個曾經被班上幾個同學霸凌 然後被迫要退學的一個學生 而霸凌她那幾個人 又剛剛好是四個人 那就符合明明所說的 四個目標人物 於是楊月盈就懷疑明明就是羅彥輝 而她所說的四個目標人物 就是班上的 有四個 叫做MK仔不良少年 這樣的學生人 基本上第一個星期主要就是 講這條線 當然就是楊月盈她 她就去了羅彥輝家 發現羅彥輝原來已經死了 但是一個死人 會不會有機會都是阿明呢 或者其實她 阿明是另有其人呢 這個就暫時 頭這五集是未清楚的事情 大致上頭五集的劇情就是這麼多 我想有少許補 基本上來說 剛才圈圈那個第一個星期的劇情份量就是這些 當然也都出現了我們所謂叫做 第一個星期的 所謂的 就是二次是初階段的BOSS 就是 我好像是 柯智恒 四眼就是高財生 它也是成為這個星期 大家 開始漸漸好像是第四集 開始漸染的BOSS 應該是我用第一個星期的小BOSS 開始覺得這部電影 開始成為 開始有些 除了找Admin之外 竟開始有些 生存遊戲的一些 所謂同伴的內訌 或者自己的生存 要犧牲其他一些契大去死 我個人其實很喜歡 這個星期尾最重要的就是 高財生的這條線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高財生這個角色的 其實 其實他是 暫時 頭五個星期 你會看到 頭一個星期 大致上 他是一集 焦點一個角色 這件事 其實由他第三集 他會特別是講 頒獎這個角色 他一開始 他一定會有個例牌 就是 周Sir在問 學生的生涯規劃 一段對話 來展現學生的性格 以及 他的人 到底是怎樣的 而 這個星期 比較專注 除了男女主角 George 做的一個 神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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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仔就是 拿個GAT 然後 George 做的 炎仔 然後 Marf 做的 楊月盈 以及 這兩個男女主角 而其他 這個星期的Focus 就是 女班長 然後 還有 Billy 就是 蝦仁 四人幫 的 阿大爺 歐家純 其實是 歐家純 那一集 實際上是為了 DK所說的 那個BOSS 四眼仔 高才生 出來的 我其實是很喜歡他 這樣會深入 講一個角色 而不是隨便救死 一些無名無姓的同學 我尤其是很喜歡 班長那集 我覺得班長那集 是把班長這個角色 講得 很立體 即是 女班長 她就是一個 雖然她是一個 品學兼優 讀到書 然後 在老師眼中 是一個 乖乖女的 一個學生 但實際上 她又會跟 Billy那班 MK仔 不良少年 是相處得很friend 她就是一個 叫做 膠製手腕 很強 很白面玲珑的 一個角色 她就是靠著自己 在班上 跟所有人都很friend 甚至是連那班 不良少年 都friend 到的 這件事 令到她可以 這麼多年來 維持著做班長 亦都很得到 老師的信賴 所以她在 霸凌 即是 那四個MK仔 霸凌 羅遠輝的時候 當然這件事是因她而起 因為她不見了手機 她就懷疑是羅遠輝 那班MK仔跟她的朋友 打算幫她出頭 但她們所謂的幫她出頭 其實她們的行為 已經過了 問她是不是 偷了手機 這個行為 而班長其實一開波 她有想阻止 但是她為了要保持 跟這班MK仔的友好關係 她最終都是選擇 默許她們去霸凌 而這件事 最後導致 惡果 就是她第三集的時候 她需要進行一個個人任務 就是班上要搞一個投票 就是大家投 到底admin是否羅遠輝 可以投贊成率反對 而投不投呢 是沒有後果的 所以班上有些人打算不投 但因為班長收到admin的個人任務 如果她沒有辦法 令到班上的同學 投贊成票過半數 她就會死 於是她唯有在那一集 她就要抹開自己平日 那個膠製手腕很好的形象 甚至不惜跟Billy反面 來不停地爭取票 我覺得那集是把班長的性格說得非常好 也都是演員做得非常好 但是其實 班長那集我自己喜歡的是 她用了一些比較 這套劇比較少見的拍照手法 她有很多主事點去拍班長自己 因為其實很老實 班長那個故事的話 我不覺得她很新 但演員處理得很好的 而我自己會覺得她給不到很大的衝擊給我 但是演員很刻如其分 做好了我的角色 我反而覺得那一集 而她在鏡頭上的運用 我自己就反而會在意一點 這個是我對班長那集比較多的想法 例如哪幾個的鏡頭 例如她打SMS的時候 其實她變成你是演員自己的攝影 我那幾個 她那類的鏡頭 然後她還要是 其實演員自己的攝影 拍攝都不是非常可見的 而我喜歡的是她打字 她的手指要動 你會看到她的手指入鏡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一個做法 主觀鏡頭我們看到很多 但是連手指也會進入鏡 這個就比較少見 班長那一集的話 對我來說 不是特別驚喜的一條線 因為現在這樣說 其實去到現在這五集為止 這套東西我是覺得值得推 但是如果在每一個人物設定 或者她的路線怎樣走 你說有沒有特別驚喜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她的角色分配 其實都是一貫生存遊戲 那種角色分配的類型 例如你班長那些表面很好 但是後面一定有些東西在 一定有些暗面在後面 然後四眼仔一定有一兩個 他們是試血 對這個生存遊戲 他們會在Android的遊戲裡面 多於是怎樣去救其他人 所以這些角色前景和分布 都算是一個預期之樂 不特別驚喜 但是整件事是看得舒服和舒服的 對我來說 還有其實我真的覺得 柯志恒那個演員 他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Jayden 即是張迪文 他真的做得很好 他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在班房裡面 那些同學爆頭 然後大家發現的時候 他舉手的動作 已經很有 他就很有那種 我們平時看日本這類生存遊戲 那些智慧型的人的舉止 會比較慢一點 還有智慧型的仆街 對智慧型的仆街 會慢一點 有一點優雅的感覺 然後 其實他的樣子 我覺得是很日劇 他好像做到那些覆覆型 那些斯文敗類眼鏡仔 那些 各位斯文敗類眼鏡仔 有練燈 或者有些群組的人 原本以為這傢伙 有些劏村學的感覺 有些神探卡 有些智者型的角色 但實際他是一個賤人 大家覺得很喜歡這個角色的反差 還有我挺喜歡這個演員 他演到高才生這個樣子 有時候 他表面特別是對著 賤人的笑 我覺得非常之混蛋 我很喜歡這些賤人的 導演曾經在訪問中 他說過 他是嘗試勾 Jayden這個表情 或者性格出來的 因為他說Jayden本身的人 是很 很好人 很乖乖 很鄰家男孩的感覺 他說他剪了頭 其實整個固定軒 但是他嘗試一下 在這部劇中 勾他這件事出來 而他又處理得很好 所以我自己看這 第一個星期的話 我是很喜歡柯志恒這個角色 也都很喜歡這個演員 不過我就 其實 不好意思 我想說一下 剛才班長 你說他很常見 我覺得他 怎樣說呢 我覺得他不算是 真的到很常見 當然這種生存遊戲 然後表面呱呱呂 實質上有陰暗面 這類型 是的 但我覺得班長的角色設定 其實未至於陰暗面 其實他每一個行為的邏輯 我做一個普通人 我是很理解到的 柯志恒這種斯文敗類 他演得很好 而他的角色也很有趣 但我老實說 一般人是很難理解他 他居然想看別人爆頭 很嗜血 看到別人死了 會很開心 這些 這些不是一個正常人會理解的事情 但其實班長他所做的所有事情 我某程度上理解到 同意不同 同意不同意是另一件事 但他的所有行為邏輯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正常人範疇 而在生存遊戲裡面 寫得到一個正常人 我反而覺得不算常見 因為通常生存人會把所有的角色推得極端 好的會很好 然後壞的去到一個很壞的地步 同時Billy這個角色 我都很驚訝他不是單純的一個壞人 他不是很卡通式的壞人 反而熊樂妍 他身邊的另一個MK仔熊樂妍 那類就是 那類就是很典型的生存遊戲 會看到的那種壞人 我懷疑也不是 因為其實陳健駱有提過 他很崇尚斯坦尼夫拉夫斯基說過 那句就是 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 我意思是說最少頭五集 我之後如果有生日發展 之後再說 但頭五集 熊樂妍是那類型 所以陳健駱說 其實他的想法 就是每一集 他都希望可以找一個角色去擔棄 而我們第一個星期也看到這個 所以死靜那班人 我相信之後 其實反而會有一些反轉的寫法給他 Billy其實我沒有想過 他會這麼早死 我以為他會再耐多一點才死 因為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有他有趣的地方 他固自然是一個霸凌者 是一個壞人 然後哈哈爸爸 很多時候靠用武力解決一些事情 但他又有趣 其實他有好一面 至少對男主角來說 Billy其實真心當他是朋友 他第一集 熊樂妍也有勸勸過 他說 你的男人跟著你 然後 Billy也會馬上說 不是男人 是朋友 至少在這些位置上 其實看出Billy 他人又沒有去到很壞的一個地步 譬如他有Freshback說回 男主角初入學的時候 其實Billy也是對他釋出善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又不是那麼典型的那種 那種仆街霸凌者的角色 所以我是有些可惜他死得早 我覺得其實他可以再說多一點點 我同意 我又不覺得Billy是一個 Billy在我眼中的角色 不是那些壞人的角色 尤其是對比熊樂妍的角色 他那種是 與其說他是一個大佬 或者比較偏壞的學生 那類 我會覺得他是那種貪玩的人 當於形容他是一個壞的人 壞的學生 如果以好和壞之間不分的話 他跟熊樂妍那些 就是一直玩開 又講義氣 又比較適合嘴型 就跟他們玩 但是他知道哪些是對 哪些是不對的 而且他會有意 其實他會有意去保護 賢仔和韻仔 因為他們也有提過 其實打架他從來都不拔他們 因為他知道這兩個朋友 其實不是這個圈子的人 所以他從來都不會把打架 做壞事那些事情 對他來說 熊樂妍那班 他自己本身都很糟糕 做壞事就找他們 其實我覺得這個角色 他不是真的一個壞人 他有這個善惡的意識 他也知道 其實他不是對所有人都很糟糕 他有他的好的一面 我真的覺得Billy這個角色 如果用主角的三個 最初的主角團裡面 他應該是屬於一些 比較力量型的角色 一提就知道 但我沒有想過 你第四集就死了 我就想過 你可以這麼快死嗎 你好像剛剛才有些戲 可以讓他做 我還以為他會選擇 到底他會不會 可能無端有幾集 去了熊樂妍的團隊那裏 有些可能左右到他們的影響 結果他第四集 就是因為一個sms 即是一個投票 不是投票 應該發了個短訊 那就死了 我個人覺得非常之可惜 還有我覺得做 飾演Billy這個演員 他的演技 我覺得還好 通常這些 叫做比較 可以叫做什麼 鐵漢 但有時候有些友情的位置 他還未算 可能有時候 有時候他的戲 都會輸入一些 大叫 糕叫 他還未去到那種 很over的那種 咆哮 我覺得他的情緒 控制得都還好 我覺得他 演Billy這個演員 即是這個角色的演員 他的演技是 怎樣說 他的演技是 差一點的 但他那種差一點 我又覺得很符合他的角色 因為他 這種 即是這種 在裝模作樣 叫叫叫 凶人 這種行為 是很符合 我以前中學 真的有些 MK仔在裝模作樣的感覺 我覺得他這種 裝惡 勾叫 這個形象 是錯有錯著地 很適合這個角色 我覺得很有趣 陳健朗 他有提過 他 找 因為Billy 有些人說 他的演員有些像 後妻的吳鎮宇 可能像 黑道風雲修掃王 或者是 黃國渣非人 那一期的 吳鎮宇 但原來在陳健朗的眼中 他是想找 陳果裡面的 李燦森 他這樣說完 我就看著 是喔 香港製造的 李燦森的時候 戲又不懂得做 但他就是一個 我們很常見的 MK仔 少少反叛 但其實 他又 沒有反叛 那種 他很能夠做到 這個類型的角色 反而 其實 熊樂妍的角色 無論他的造型 他的屋 乃之道 他的行為 我覺得 實在太過 90年代的 陳皓嵐 他無時無刻都搓著 他 他不穿下服 他穿一件皮褲子 我看著 我真的笑出來 你穿一件皮褲子 哈哈 他很喜歡露出一副 大陸人的名字 就是邪美一笑 他那個 戳著一邊嘴 來笑的樣子 嘩 真是 好可惜 坐得太過份 見真的就出氣了 然後 他們有個 同學 就是 partner 就是把褲超 戴在後頸上 戴在後腦上 他看著 那些 你跟我說 他是學生 我真的接受不到 但反而 褲超戴後腦 我又可以 這些是真是像 那些臭小子 在裝模仿 看完一套 古惑仔 就學別人的 那些 我覺得很相似 因為我以前中學 是有這些學生 所以我覺得他們非常相似 但因為我到現在都分不到 到底他是徐二汶 還是劉楚恆 所以我 說不出名字 總之就是那四個人 其中一個 那兩個 年輕人還好一點 但是 熊樂妍 我不知道是 做型 還是他本身 年紀都偏大 我不知道演員是多少歲 穿下服的時候 都更勉強 一到穿便服的時候 我真的接受不到 你是一把 你是學生 或者可能 留了很多級 留了很多級 都可以的 有點難受 只是在這個位置 其他 是難受的 真的很難受 所以我也覺得 其實某程度上 為什麼我剛才回到 我覺得 導演 應該有更多的事情 可以做到 我覺得反而就是這些 不是演員的 演繹出問題 從來都 反而是 整個劇組 安排給他的 一些 通調 或者是 整個氣氛 好像有少少 掉了 但是 未至於 很大問題 這些 有少少 不知道怎樣的 那個位置 但是未至於 太難受的 還好 可以翻到過去 在劇情上 是的 你純粹看下去 會覺得 有少少出氣 差了一點 但是你說很差 絕對不會是 也看到那群演員 其實都很努力 去做他們自己的 角色和戲份 整體的感覺 其實都好的 基本上 第一個星期 比較多戲份 的 配角 就差不多了 還有 射小羊 但是他這個星期 其實我覺得 還未說得太多 關於這個角色 他 他人是怎樣 我覺得他不算 真的說得太多 我覺得可能下個星期 會多些 因為畢竟他姐姐條線 他姐姐條線都未說 但是如果你要說 其實在Viu的宣傳裡面 他跟George是平排的 即是在Viu的巴士站廣告裡面 是George和射小羊的角色 即是阿神仔和射小羊兩個 平排的 反而不是Marco 不是Billy 不是洪樂儀 你看得出 既然他還安排了一條線 就是說 黃丹尼的角色是他姐姐 你也猜到他之後 會有更大的作用 在這個故事裡面 只不過我覺得 還有很好笑的 因為黃丹尼和石仔那條線 最好笑的一個位置是 Jessica才是他親姐姐 但是他會是因為 他未來姐夫死了 而生氣了 Jessica 那中間究竟發生什麼事 都令我很好奇的 是 所以我覺得 一定會因為 未來姐夫死了 而覺得我自己的姐姐 是做了壞事 而要疏遠自己的姐姐 這件事是令我好奇的 那看看他接下來 會不會說出來和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角色 可以留待之後 等他再講多些時候再講 暫時來說 我覺得他沒有太多事情討論 反而說一下男女主角 George飾演的賢仔 和馬斯飾演的楊月盈 我自己覺得George 我之前說 I Swim 的時候 有說過 我覺得George的演技 是一直有進步的 當然不是飛躍進步那種 但他一直有好一點點 又好一點點 又好一點點 那種感覺 他給我的感覺 我有說過他之前 我第一次看他演戲 是大叔的愛 他某一集裡面 飾演一個單明星的角色 嘩 那時候我是非常非常嫌棄他的 如果他演戲做到屎 他大叔的愛裡面的表現 我覺得是可以襯托到Edan做影帝級的 即可想完之後什麼時候 但他去到I Swim 我是對他有驚喜 我覺得以他 一來他演的角色 可能比較適合他 二來我覺得他各方面都比較自然 我當時就對他印象不錯 今次這個角色 我自己覺得 適合他 因為他的樣子有點鬼鬼的 他做這種相對地內向的角色 其實是適合他做的 但暫時就不算很大發揮 其實我覺得甚至 你說第一個星期 George其實是去到第五集 Billy死了之後 他才那個人 是比較走出來的 我覺得 某程度上也可能是 如果以他們三人組合 即是神仔、孕仔和Billy三人組合 Billy會是Lead的角色 所以當 Billy死了之後 神仔就有必要 要 再主動回一些去做一些事 可能Billy的死就是為了要這樣安排 也不一定 而我會覺得 比起iStream來講 其實他的演技已經再進步了 他做得到一些 比較耐心的事 因為iStream的他有些衝動不出氣 但是現在這個角色的性格沒有 在iStream的角色這麼火爆 那麼衝動 二來我覺得他的層次都好了 這一點是 我覺得挺驚訝的 因為他好像演出的機會不算很多 但原來他的進步都很快 吸收得很快 我同意的 George給我在這個 因為其實第一個星期他的角色 其實可以發揮的機會不高 反過來 你整個星期最搶一定是 四眼仔何志恒這個角色 尤其是這些變化的角色 發揮一定會高很多 和比較吸引一點 反過來George 雖然是主角 但他的感覺只是屬於一個 串著整個故事的人物 所以你感覺的發揮空間不大 但是 是做到恰如其分 我就會覺得 剛剛好 舒服 不over 其實已經是很難得的了 作為一個 還是這麼新的演員來說 你們怎麼看他和Annie做的姐弟戲 我自己挺喜歡的 OK啊 很好啊 那個姐弟 尤其是他本身是做了阿哥的 他是最大的那個 但是 他和Annie那個姐弟之間的互動 是做到那些真是給姐姐合的小朋友 他很自然 他和她的姐姐 譬如他嫌棄她的姐姐 嫌棄姐姐 但是見人家想追求自己的姐姐 他又會總是覺得 有些不太舒服的 那種這樣的感覺 是我覺得非常之自然 他做得 DK呢?DK很好啊 我聽說的 已經被Sane說了 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看這個演員做主角 基本上是沒有看過他之前做的所有作品的 所以我的感覺就是 他做得 就是 他沒有去到說好事 不過他第一個 的確是沒有什麼表現的 那 當然他和他姐姐的戲 我是覺得 非常之 覺得有一種感覺就是 哇 那些姐姐和小孩那種 那種 那種關係就應該是這樣 他演到出來 那Marv呢? 那不就是我們講一下Marv 我先講一下 因為Marv的角色是 比較應該是陰沉的角色 但是他冷靜去面對一切 應該是一個這樣的人物設定 我相信 我覺得合格 但是未至於真的很好 然後他那種的陰沉 和他那種同人抱歉距離 他是選擇用那種 反讀的方式去表達 OK啦 但是應該害了好些 我又覺得Marv 首先他本身的樣子 和他的格子 是挺貼的角色 Marv是很適合做一些 在口在面的角色 尤其是他 對著周Sir 跟他說話 他不理人 或者在那裡 跟周Sir 等等 我覺得Marv做得很自然 甚至有個位置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他 當他打電話給 羅... 羅... 羅燕輝 阿嬤的時候 然後 他對著 一個 同學的家長 立刻要 扮演一個 乖乖女 很有禮貌 這樣說話 我覺得 那個位置 他做得很自然流露 那件事 甚至我都不覺得 他可能不是在演戲 他可能平時對著 自己同學的家長 都是這樣說話 我覺得Marv 你說他是不是很好 其實暫時 這個角色 不多 感情位 給他做 所以 又很難稱得上 是好的 我覺得他自然 他 而且他都願意拼搏 看他的訪問 譬如他被人叉頸 或者跟阿嬤扭打 等等 他都會是... 不能說親身上陣 應該說是出盡全力 在拍擦頸那一幕 他是拍到受傷的 我覺得他在這些位置 他是願意拼搏 而且整體來說 我覺得他的表現是 合格又可以 我覺得是 我反而真的很喜歡 Marv 他對著王文慧 即是 羅燕輝的媽媽 的時候 那種 小朋友對著大人 那種慌張 你看到他講電話 他是會口疾的 然後去到 羅燕輝的家 對著他又是尷尬的那種 他反而做這些做得很好 而我覺得 對我來說比較驚喜的 就是 但是他做一些鞋口鞋面的角色 我預料他就可以了 因為他在哥拿的時候 都會擔當這個鞋面的擔當 甚至會被蓮燈仔調 但是我覺得他始終都做得回一個 他是一個十九二十歲的小妹妹 他仍然有那種清潔在那裡 我覺得他在兩個模式的轉換裡面 其實做得不錯 其實你舉一句 我反而比較喜歡他和他哥哥 熊家豪 適見哥哥 他哥那種 那種反應 其實他 他哥是疼他 但是他有時候他哥哥都會偶爾 會偶爾 其實也不是偶爾 會偶爾 會偶爾 就是你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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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像在這個角色上面 就好像串她阿妹 我反而覺得 好像她倆兄妹之家 我期望會有多些的互動 甚至乎可能她的家裡 媽媽在家裡的模式 她都會知道她 其實她對她媽媽她會說對不起 但是我反而是想看多些她在家裡的模式 多於她 可能在學校現在暫時還被人 被人針對 被人欺凌的狀態多一點 是的 小儀繼續說 沒有 因為剛才說過欺凌 其實這套劇裡面 我都挺欣賞 他幾場學校的欺凌 打架那些唱片 我挺欣賞他們認真地去做這件事 而不是很適合鏡頭去做 因為其實你看電視劇 他們很多時候可能為了免費大戲電波播 不會去到所謂那麼盡的位置 可能是電影才會出現 我挺欣賞他們在地面大戲電波上播出的一套劇 他們去認真 去真實地拍一些欺凌打架的唱片出來 這個是為我欣賞的 如果我真的要唯一挑剔的話 我會覺得他們拿水彈釘 羅燕輝那段 我會想的作為欺凌者 沒那麼蠢 我弄濕他 和我弄到有顏色是兩件事 弄到有顏色就很容易驚動到上層了 本身這件事他們就不在乎了 還有導師也不太理會了 對 正如Marf 說了 如果不是阿sir 那樣 羅燕輝也不會退學 所以本身的背景就擺明 學校已經不會理會這些事 所以所以算是可以了 對 你說起學校不太理會了 陳建朗又說過他選擇這個兆基創意書院 他說不知為何兆基有一種 那種感覺就是壞壞的學校 那些老師不是很理會學生的那種氛圍存在 因為我是在兆基讀過書的 剛剛其實我是師妹來的 所以我要跟你說 至少在我讀書那段期間 是的 基本上我們那時候讀書 譬如想進去電腦室 想進去藝術室 舉個手就可以了 老師 我想進去畫畫 我會加資料 那我就可以了 然後就不知去了哪裏 可以不用上課 還有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不知為何一間學校 校社本真的有這個氛圍透露出來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因為他的課室都不是很正統的課室 如果你有留意 例如他班房裡面的桌椅 尤其是桌子 不是普通中學看到的那種木製的桌子 然後我想說 小極創意書院裡面的桌子 是非常非常好畫 因為他們是那種雅面 就不是那種木製拋光的那種光面 所以他們的桌子是很好畫的 經常的同學就在上面畫畫 我以前在那裏讀 我走的時候我的桌子是花了 滿了 沒有一個位是有空位的 全是沒有畫的東西 然後老師看到是不會阻止我們 也不會要求我們拆台 所以我們會保持著有的東西 我不知道現在還會不會保持 會不會保持著換身台 但是在劇裡面看到那些桌子 全是沒有畫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位置有一點點可惜 我也覺得如果導演有那些演員 可能自己在上面畫 Person 那我只會是爭實感會較強 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affection 沒有 這個已經是之前的 可是剛才的回想 我有兩個位置都很欣賞好劇 第一個是因為它是原著小說改編 然後原著小說的名字叫做《以讀不回死全家》 我欣賞它改一個比較詩異的劇名叫《那年城下我門暫放魚花》 這個改動其實我是極度欣賞的 我很投意 如果你作為一 如果你用回《以讀不回死全家》 那個懸疑感首先會低了 你對整套劇本身的觀感的懸疑感 然後就是太直白 其實我對這套劇本身的好奇心會低了 和期待度會低 你改一個這麼詩異的名字 它的喚味感是重了很多 令到我未開播之前 我已經是期待感會高了 所以這套劇我真的很欣賞和改得很好 再加上它用彼岸花 是超棒的 整件事很合適 另外就是它開頭主題曲的那段動畫 我也覺得它做得很有心思和做得很好 它用黑白紅的宣言 加一些毛頭的學生去排列 如果遠看的時候它那個排序或者它的宣言 其實是像萬花筒 像煙花 但是你再仔細看的時候 才是一堆爆了頭毛頭的學生 然後因為它那些紅色是因為身上的血跡 這個動畫的視覺效果的處理是超棒的 這個美術設計我是超喜歡的 是真的極度欣賞 另外還有他們選的BGM 我也很欣賞 應該是第一集還是第二集 總之是一班同學死了之後 應該是第二集開頭 那班這樣的公司的人去丟學生的屍 很粗魯 在二路丟屍下樓 然後搬走他們 一來你這樣去丟屍下樓 其實已經是一件很過分的一件事 很難受的一件事 但是它的背景音樂 其實很多生存遊戲都會這樣做 但是它的背景音樂都跟別人 是會用一些比較興奮的音樂 比較妖藥的音樂 令到這件事更加糟糕的音樂 我記得當時 因為我算是蠻喜歡COLA 所以COLA他們 例如有什麼劇拍 我都會留意著 很早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 MARF要拍一部劇 就是這個 那年盛夏 我門贊放如花 但是那時候 什麼資訊都還沒公佈 純粹是知道 他要主演一部這樣的劇 我記得當時 我看到片名字 我就很想像 因為當時 他的片名字給我感覺 實在太像小青生的愛情故事 那種感覺 然後就很想像 你選MARF來做這樣的劇 不是吧 你要選 你也選IV show Candy 不是選MARF 這些文青 feel的愛情故事 所以當時 我是非常困惑 我就覺得 搞什麼 直到再公佈多些細節 然後 我知道的故事大致上是怎樣 我就突然想到 是喔 讚放喔 哇 這個名字很適合 那一刻 我非常喜歡這個劇名 根據導演的訪問裏面所說 一來電視尺度問題 他們不可以用原作名 二來 其實Viu是曾經拍過一套劇 是叫二讀不回的 所以他們就 要想另一個劇名 他們其實是想了很多不同的劇名 去到一個位置 他們是覺得 不如嘗試用一個 比較反轉的方法 有個劇名 開始去騙觀眾 所以就想了這個劇名 但是有少少可惜的 就是在宣傳的很早期 已經打破了整個cheat 可能是有少少可惜的地方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直保持著 去騙觀眾到他們看到劇 那種瘦瘦 可能就是 你看到小緣之後 學者被人擔走那一刻 我又覺得不需要太過分 太過分的話 在9點中的劇的觀眾 有可能心臟未必能承受得到 可能是的 還有我其實是在 他公佈那一天 在一些小說的平台上 已經說了原來就是這一套 所以我在他被人踢爆了cheat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所以我驚喜就再相對詳細一點 但是劇名改得好 我是很同意的 那個劇名很漂亮 因為你問我 比起原著的劇名 這個劇名更加貼合學生暑假 那種這樣的一件事 然後讚放如花 對呀 但我頭的畫面也很合適 真的一流 超級喜歡 很不同的是 他擺放在連登上 做的一個連載小說 那時候 我忘記了高登還是連登 那時候已經是 網絡小說 大家都明白一些輕小說 那個書名就告訴你 我故事說什麼 他很少要給我 你猜不到的故事名 讓你自己慢慢看 我覺得他也承襲了這件事 二來就是 當他連載 因為他其實是2018年出版的小說 應該大概在17、18年 在高登連登那些連載 那時候就是 二讀不回死傳家 這件事就是 那時候經常會說的 一些東西 那時候 大家經常會討論的 就是 Whatsapp 大家用多幾年之後 就開始有些 二讀不回 什麼藍剔 那些 就開始大家會說得多 所以原作他改名的時候 是吃了當時的一個潮流 或者整個文化風氣 但是去到劇集的時候 他因應赤道和時代又再推前了之後 他這樣去做一個改變 我覺得是做得好 這件事做得非常好 超欣賞 真的誰想到這個劇名出來 我真的要給大聲的掌聲 我真的超級喜歡這個劇名 還有那種有少少外劇味 喜歡 今集就差不多了 講了五集大致上的劇情和出場的人物 這部劇是十五集 接下來還有兩個星期 看看會不會再開多兩集來講 結果經歷完就一定會講 但是會不會再做一個中期 看看劇情發展如何 有沒有什麼值得討論 大致上是這樣 希望這部劇就絲絲精精 安全全可以去到十五集 因為Viu他南美的劇都真的頗為多 希望這部劇可以成為今年 繼殺手廢罪和和解最後第三部 叫做街劇的作品 再過兩個星期再討論一下 今集時間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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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